好了 刚才的时候呢 我们带领大家呢 一起去学习了Python中的这个well循环 对吧 那么首先啊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去回顾一下这个问题啊 如何在这个控制材上我们去输出这个100次云图之连 停格不停学这样的任务 对吧 那其实除了我们去使用well循环以外 那么在Python中还为我们去提供了另一种循环的语法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复循环 好了 我们下面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的时候去使用well循环结构 来实现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首先我们要去做的就是第一个初始化循环变量 找循环条件 再接着就是去找到它的什么这个循环操作 最后的时候呢 去检查这个循环是否能够去正常推出 对吧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在解决 使用这个循环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一个最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就是你任何的这个问题再去使用循环解决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按照这个步骤去走 对吧 但是那除了这个特点以外 那其实我们还不难发现啊 这个循环的话它还存在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循环的次数是固定的 对吧 循环的次数是固定的啊 那在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也去通过使用循环解决过这个云小图是否重复去做练习的这个案例 对吧 那其实那个的话和这个对比的话 这个练习的话那实际上是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循环次数是固定的 对吧 所以说在Python中啊 其实针对不同的这种场景的话 也为我们去提供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结构啊 来去解决实际的这种问题 好了 那下边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啊 如果说我们去使用循环的话啊 去解决的话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去把这个代码精简到什么 精简到两行代码就可以了啊 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缝循环的结构中啊 你会发现呃 语法要比我们定的这个这个外循环的话 这个结构啊 要清晰很多 对吧 要简洁很多啊 那其实呢 不光是这个 语法简洁啊 不光是语法简洁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 来讲一下 首先 我们说这个乱指函数啊 乱指函数的话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啊 生成一个这样的序列啊 生成一个这样的序列啊 乱指翻译过来的话 我们叫做范围 对吧 范围啊 这个这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这个词译 那乱指函数的话呢 在括号中我们可以写一个一斗号一百零一啊 这个的话表示什么意思啊 呃 表示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生成一个一到一百啊 一到一百的这样一个数字啊 一个这样的一连串的这样数字啊 一个序列啊 那游童说 你这不写的是一百零一吗 那为什么会是生成一到一百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跟他去强调一下啊 当你在去乱指函数的时候啊 最后的这个 它只表示的是一个范围啊 就最大的这个范围啊 到多少一百零一 那其实这个一百零一的话呢 是不包含在序列之内的啊 不包含在序列之内的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去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去生成一个一到一百的 那么你在写的时候就要是写上一 斗号多少啊 一百零一啊 因为它包含它不会包含最后的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值啊 好了 那生成完这个值以后 那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把前面去写了个index啊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去理解成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啊 临时的变量啊 in 就是在什么什么里边 对吧 一个后边的话 我们生成了一个零到一百的这样区列啊 index in 一到一百 那它的意思的话就是说白了 for 本身就是循环的意思啊 本身就是循环的意思 对吧 我们要去进行这个循环 那每次循环的时候 它总会在这个生成的序列中啊 去将你的某一个这样一个值啊 去提起出来 放到这个index中啊 放到index这个变量中啊 意思类推 对吧 那第一次循环的时候就把1放到index里边啊 第二次循环的时候就把2放到index里边 那第一百次的时候就把100复制到什么index中 所以你看一下 那么当我们去使用for循环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去考虑啊 过多的去考虑什么 考虑这个循环啊 像我们在去well循环中去使用的啊 最后的话 我还要去惦记着啊 一直去反复去惦记着什么这个循环能够正常去推出 对吧 那在复循环中 我们就是可以不考虑这个问题啊 因为我们在指定条件的时候 生成这个序列的时候 就已经去把它的范围去生成出来了 那么循环在循环的过程中 只要按照我们当前这个范围一一的去什么去列举 一一的去便利就可以了 好了 所以你看在一定程度上 你要通过在语法上 比这个well循环要简洁 对吧 第二 我们说了 在执行的这个什么这个代码的语意上啊 也要比我们之前写的这个什么代码要优雅啊 所以这是我们去讲的这个for循环啊 那么for循环的话 其实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啊 它是有应用场景的啊 它有应用场景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循环次数固定的时候 你可以去使用for循环来去简化 对到这样的什么一个循环的操作啊 同样 那除了这个特点以外 那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去使用for循环的啊 这个支点 能干什么呢 去辨率啊 任何这样一个什么这个数目的一个项目啊 你比如说后边我们要去学习这个列表 或者说我们学习的 这样学习的一个字符串啊 这些的话都是列表也好 字符串也好 它都是一个序列 其实那在拍论中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个for循环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 对吧 for循环的话 是可以对一个列表 或者对一个这样一个字符串序列啊 来去进行什么便利的输出的 好了 那么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去通过一个啊案例啊 去使用for循环来完成云小图啊 五门课程的平均分的这样的案例来演示啊 当前的这个什么这个 for循环如果去使用啊 好 下面时候呢 我们再还是回到环境中啊 在环境中的话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新的啊 这个实力 叫example 哎 抵抗6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去加上注释啊 去使用什么 使用这个 来使用for循环 for循环啊 解决 解决 云小图 五门成绩的 来五门成绩的啊 成绩的平均分 好了 那这个的话呢 呃 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 对吧 呃 求平均分的话呢 首先我们肯定要有一个什么 要有一个总分 对吧 哎 保存这个总分啊 我们去创建个变量 哎 保存这个总分 好了 当然了 呃 你也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变量来去保存什么 保存它的平均分 保存平均分 对吧 好 这样的一个两个变量啊 首先我们去初始画一下啊 呃 总分的话我们叫sum 哎 你比如说初始值0啊 呃 然后平均分的话我们叫average啊 就AVG 等多少 0 对吧 先把这两个变量定出来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套用这个什么 for循环的啊 它的一个语法 格式写就行啊 那下边说呢 我们去这些啊 for 哎 刚才我们说了啊 index 对吧 哎 然后呢什么呢 in in的话呢 好了 刚才的时候呢 我们去说过啊 几门成绩呢 五门成绩 那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是需要 循环去什么 去接收啊 这个影响图的这个五门成绩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的循环是需要去进行什么 五次循环的 啊 那看这个循环次数是固定的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通过range啊 去生成一个序列啊 1到多少呢 哎 到5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写6 对吧 哎 生成一个1到5的这样序列啊 那就是range的话 呃 这个函数你生成完以后的话 它就呃 等同于什么 等同于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去生成12345啊 这样的五个数字的一个序列啊 就生成这样的序列啊 那么每一次在循环的时候啊 每一次在循环的时候 第一次循环把1 哎 复制给谁啊 复制给index 那第二次循环的时候index就在2 第三次的话index就在3啊 以此类推 好 那它有了这个以后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在环境中啊 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复循环的代码块中 我们就要去实现什么 实现对应的 哎 我们成绩的一个接收啊 首先是接收 对吧 写score等于int啊 input 请输入云小图的d 第多少门呢 来 我们还是用站位辅助的方式啊 加上一个 哎 0 对吧 门 课程的成绩 对吧 哎 然后在后面我们去加一个点 format啊 然后呢 把我们对应的这个index值放进来啊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通过循环的方式啊 去接收 哎 云小图段 它这个成绩 那接收完以后 啊 接收完以后的话 其实我们最后需要的是去计算它的平均分 对吧 计算平均分 那么每一次呢 接收完以后 那实际上我们都需要去执行什么 哎 累计求和啊 哎 累计求和 对吧 哎 累计求和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去加上一个sum 哎 加等于多少啊 score 啊 把这个分数我们计算出来 好 那么计算出来以后 那么紧急了 在循环完以后 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啊 好了啊 再加一个else 看一下会不会报错啊 好了 那实际上我们说在这个well循环中的话 我们可以去加这个else 那在复循环中 我们也可以去加这个else 那好了 那下边说呢 我们去加完它之后来看一下啊 在复循环中去使用这个else 和在well循环中去使用else的话 哎 是否有区别啊 是否也能够去在它循环执行完以后 来去指正这个else 啊 看一下它们结果是否一致啊 好 那么下边说呢 我们要去做的就是 呃 循环完以后我们需要去写average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um啊 去除以多少啊 除以这个5 对吧 来得到我们当前这个 它的平均分啊 就是 就是 哎 计算什么 计算平均分 五门 课程的平均分 对吧 哎 平均分啊 好 那么去计算完以后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去打印一下啊 把计算机过 我们去输出一下 好 那么五门的课程的这种平均分是 来加一个双一号啊 平均分 那写个f 啊 平均分是多少呢 哎 是我们对的average 对吧 没为记啊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案例写完以后 对吧 首先大家要去知道就是runch 对吧 呃 它的话呢 会生成一个这样序列啊 呃 呃 它不会去包含最后这个数字啊 应该是最后这个数字减1啊 这样的一个范围啊 那每次在循环的时候都会去把当线这个值啊 去给它放到index里面去进行保存啊 OK 那么下边时候呢 我们去运行一下 看一下 呃 它的一个什么实际运行的结果啊 好 然后呢 在这边我们去输入你 比如说第一门是80 呃 第一门是90 然后第三门是100 哎 然后又是90 然后又是80 对吧 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去实现这样的操作 OK 那么回撤 那下边时候来看一下啊 同样是 你看最后的话呢 去计算出了五门课程的一个平均分等于多少 88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负循环中的话 也是可以像在well循环中啊 在循环结束以后 在它的什么后边去加一个else啊 也就是当它的这个循环循环完以后 可以去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 好吧 这是我们去做的这个什么 这个解决啊 云药图啊 去使用负循环解决云药图五门课程平均分的这样一个操作 好了 那重点是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去知道这个负循环的一个结构如何去实现 好啊 好啊